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迅速膨胀起来 辞掉工作后 每天不是在家看狗血电视剧 就是找邻居打麻将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生日时 她想买一条稍贵点的手链 都被表姐夫一口挥决 以前和她无话不谈 现在居然和她无话不说 因为她一开口就是抱怨自己的婆婆 老公 小孩 我说你啊 也该早点准备嫁人了 写文章又不能当饭吃 嫁个好老公才是正经事 她拉着我的手 叙叙叨叨 我心里咯噔一下 觉得当初那个 能和我彻夜聊古典文学的表姐 已经渐行渐远 有人说 一个人变老的标志是 她觉得 人生一眼望得到头 不再会有改变 于是放弃了学习 放弃了提升自己 作为女人 让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光鲜 更自信 才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 而女人最该花钱的 其实是这三个地方 一是投资自己 自媒体作者梁爽 写过这样一件事 她和新同事一起逛商场 同事买了彩妆 而她则挑选书籍 当她挑好书排队结账时 推荐了两本自己觉得 受益非浅的书 给那位同事 同事翻过来 看了价格后摇头说 好贵啊 不买 梁爽觉得很纳闷 两本书的价格分别为 39块8和36 加起来不过同事刚买的 那盒娇蓝眼影的 十分之一 有钱买化妆品 怎么没钱买书呢 同事解释说 就是因为刚刚花在彩妆上的 钱太多 现在才要省吃俭用 她将买化妆品和衣服的钱 美其名曰投资自己 但她却不知道 投资自己并不只是 把钱和精力投在皮囊上 我观察过许多光鲜亮丽的职场女性 她们无一例外都画着精致的妆容 穿着得体的服装 走起路来自带气场 但更重要的是 她们的专业知识过硬 谈吐优雅有内涵 做事干练有格局 她们不满足于原地踏步 将钱和时间 花在投资自己的能力 眼界 经验上 一步步达成自己的目标 让自己变得更值钱 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 松普弥太郎 写过一本书 叫《不再为钱烦恼》 在书中 他建议人生的每个阶段 应该这样理财 20到30岁 自我投资 30到40岁 细心培育20岁时播种后 冒出的新芽 同时持续播种 40到50岁 进一步拓展 储蓄成立急救箱 50到60岁 持续收成 挑战新事物 养成学习性思维 不断在最好的年龄里 投资自己的能力 才能让自己活得 越来越有底气 第二是购买体验 认识一个93年的佛系少女 平时穿着朴素 为人低调 别的女生追求名牌包和高跟鞋 追求最新款的化妆品 而她却一年到头 拎着棉麻痣的手带 看上去清心寡欲 每次和她聊天 总能收获满满 因为她见过的世面 实在是太多了 她一个人游历过欧洲 澳洲 东南亚 在布拉格广场 晒过太阳 在热带的岛屿里游过游 她喜欢在周末 去寻找城市里 一些不知名的咖啡馆 专心品尝 不同口味的咖啡 她是音乐剧和画展的爱好者 热衷于将为数不多的存款 花在剧场和艺术馆上 她的眼界 格局 还有气质 都远远超过了同龄人 而她脸上洋溢的幸福和满足感 也令我十分动容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 将实验参与者随机分成两组 要求一组回忆最近花钱买过的商品 另一组回忆最近花钱买过的经历 然后分别对自己目前的情绪状态打分 结果买经历的人比买商品的人 获得了高很多的幸福感 与其购买奢侈品 不如把钱花在购买经历上 去看一场演唱会 去吃一次之前没有尝试过的美食 去旅行 去听演讲 松普弥太郎说 吃一顿一千元的大餐 有时比买一千元的东西 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想要活得高级 也许可以尝试着 省下购物的花费 丰富生活体验 尽量接触这个时代的美好事物 让自己变成一个 有多种层次的人 第三呢 是变得精致 最近喜欢上了女演员陈树 她是新上海滩中 风情万种的交际花方燕云 是铁梨花中聪明大气的铁梨花 是和平饭店里 有胆有谋的女特工陈佳颖 四十岁的她 依旧身材较好 容貌动人 举手投足间透露着 淡淡的婉约与风情 看了她的访谈 我终于知道她的高级感 从何而来 她对自己一直很严格 生活方式比普通上班族更自律 每天十点半前 一定要准时回家睡觉 绝不熬夜 早上差不多六点半起床 先喝一杯蜂蜜水 再做一些拉伸 静坐 她从十四五岁开始护肤 哪怕那时候只能买很便宜的乳液 也要时刻保持精致 睡前半小时都是在卸妆 洗脸 按摩 敷面膜 希望自己总是能呈现最好的状态 坚持锻炼 学瑜伽 学舞蹈 长期的自律 让她的体重 一直稳定在五十二公斤 她做客艺术人生的时候说过 虽然我想比十八岁时 会多了皱纹 皮肤也没那么白皙 但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大多数人的平庸 是因为他们不肯下定决心改变 不舍得将钱花在 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地方 想变美 需要花时间 金钱去学习穿搭 护肤 化妆 想变瘦 可以找私教系统性地学习健身技巧 想变得更有气质 可以学舞蹈 瑜伽 花艺 可以买书 听课 将钱花在提升自己上 才能越花越赚 让自己变得美好 是一生的修行 投资自己 你的事业 格局和思想 才能更加广阔 体验不同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 你才能看到 自身无限的可能性 保持精致 才能将柴米油盐酱醋茶 过成另一种诗和远方 试着问问自己 过去的一个月里 你的阅读量是多少 是否将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对的地方 是否学习了什么新技能或新知识 还是依旧将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就像终身成长词典 四条四十六投资当中说的 投资的重要性 大于节约 不要让自己的钱和时间 荒废在最好的年华里 而当你决定改变 那么最困难的一部分 已经结束 共勉 好了 这是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 来自于小椰子的文章 女人最该花钱的 其实是这三个地方 读完以后你有怎样的感想 也欢迎大家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点赞留言 我是林静 感谢你的相约和守候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 晚听经典 也祝各位 每晚好梦 差不多冬季 一早一晚 万事有余 当初的坚持 然而令你很怀疑 很怀疑 你最没等到 只有这夫妻 夫妾几多次 悉心再重全力关注 所得竟不如 别过后背收成事 这一次 你真的狠介意 但见旁人 贪情何隐忧 闻到何时葡萄鲜熟透 你要静候 再静候 就算失守 始终要守 日后尽两别 交感天的女伯留 留下结伤 你的石头 从窗里吸收 也许 丰收 月份尚未 到你也得接受 或者要到你 将爱 游成神族 时机才知熟透 我 我 未来就无碍 可惜书里寵物记载 终于摸出来 但岁月却 不回来 不回来 错过了春天 可会再化开 一千种恋爱 一切需要情侣观看 腐毁的君又在 最后会将回来 错的爱 乃必经的杯彩 但变旁人探情 何隐忧 闻到何时葡萄鲜熟透 你要静候 再静候 就算失手 始终要守 一口尽两别 教今天的旅白流 留底极伤 你的石头 从仓里吸收 也许 丰收 月份尚未 到你也得接受 或者要到你将爱 又成神族 时机才占熟透 想想 天的一变 也有个某某 在等候 一生只等葡萄熟透 上杯酒 别让寂寞 爱你想等一叶白头 认得不需要的自由 和醉要眼伤口 我自日后 路上还没有 更美的海后 但当你智慧 都酝酿成红酒 仍可一醉自咎 仍可一醉自咎 谁都辛酸过 是哪个没有 玻璃 生日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